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54的那个人士分蓝 我们是也是云端上面的那个问题零零 因为先讲函数转VBA 然后后面才是讲比较进阶的VBA应用 那这个文字函数里面呢 我们今天来看那个154这边 这个单蓝转三蓝 那各位可以看到 A蓝是我们的资料来源 那当然呢以后你这资料来源不一定是同一个工作表 也许是在不同工作 那你把它下载下来 这边有个键头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开启之后呢 OK 那里面呢我们需要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这个答案档 这个答案的那个文件档打开 它基本上呢要做出来的就类似像 原来是长的是像这样子 那C到一蓝是我们要切割 那可以看到 其实一蓝里面 它一二三 一二三都是重复的 所以呢我希望把这个一二三 单一蓝里面的话 有姓名 手机 它的工作地 分别把它切割出来 那切割出来的话通常是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放到这边来 手机放到这边来 广东省放到这边来 那大概再一个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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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 当然这地方呢 第一个你可能查询的话呢 通常会想到所谓那个Viru函数 这边用Viru函数呢 你可以试试看 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Viru函数查询 不过Viru函数在这里应该是没办法 因为Viru函数它会跟你要四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会问你说你要查什么 对不对 可是你要查什么 没有啊 不是要查什么 而是我要搬移资料 所以你要把资料呢 从这边搬到这边来的话 诶 从这边搬这边 一个一个的帮你搬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不能用Viru函数了 可是不能用Viru函数的话 有哪些函数可以搬得到呢 其实这一题跟前面有一题还蛮像的 前面好像我们在上学期有讲到 有一题是那个寻找与参照里面的那个 人事分栏这一题 其实人事分栏这一题跟这一题还蛮像的 不过人事分栏这一题 它是 当然 它不过它是转四栏 那这一题是转 转三栏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当然第一个 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启用编辑一下 然后把这边的资料先删掉 OK 那上面大家有一些参考 不过呢 这个是书上面的参考答案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做的不是那么的好 它里面用哪一些函数呢 包含用Raw 用Find 再利用ifl small 然后再index 然后再来就用mid 外面还在包一个正列 哇 光看到这些就头皮发麻 就 就 那 当然 delete掉好了 我们重新做思考 那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资料 123 123 就帮我放在123 123 其实有点像横向 就是 纵向转 横向 可是这个转横向呢 又不是 整个 横的 而是123 123 这里要思考几个点 一 我用哪一个去搬移 这边的话你可能会需要 第一个 就是寻找与参照 寻找与参照 寻找与参照函数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上个学期有讲过 除了view函数之外 你可以用index 那这index呢 其实我用 用到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需要从 别的地方 的资料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而是有规则性的 通常都会用index 来做 或者用indirect 或者用上学前 用offset 其实这一题 这三个 都可以帮你完成 你要的结果 那只是说呢 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这边解法 因为我的习惯 还是用index 那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另外两个函数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呢 如何利用index 按确定之后 那他问你说有几组的那个 大概有两组 我们用第一组按确定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他会需要哪些资料 包含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是array array是这个所谓的阵列嘛 那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的资料来 你这个 这个array其实应该可以讲说 你的那个 你要 帮你搬移的来源 这个应该是来源 来源在哪里 那其实我的来源在这里 其实就这个区块 当然我可以从A1到A18 是一个范围 就是说呢 这个范围指的就是来源 那再来的话呢 roll指的是 那你的来源 你要帮你搬过来的位置 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你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啊 是 是什么 相对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几列呢 第一个嘛 如果我要搬到这里的话 那就搬流松嘛 所以 基本上流松在 这个范围里面是 第 几列呢 第一列嘛 第一列嘛 那蓝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 第一蓝 有没有 反正横的是列嘛 重的是蓝 OK 那这样的话他就把 姓名冒号流松帮你搬过来 可是问题 我只要流松的话 你还要想到 怎么样把前面三个字给删掉 OK 这个大概思考点 那可是问题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能需要什么 再让它向右 向下 填满嘛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填吧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要思考说 如果我向右的话 那接下来应该什么 需要抓的是 这个手机是 要是第几列呢 有没有 基本上这个是第一列 这个是第二列 这个是第三列 那蓝的话 其实都一样 都一定是第一蓝 因为这边的范围里面 只有一蓝 没有第二蓝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只会需要改变这一个 这个里面呢 填上一二三 那下一个的话 就四五六 四五六 七八九 你要不要一直类推 最多到多少 十八嘛 所以最后填到十八 那只要把这个数字填到 raw number 里面 那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 应该可以理解我 我在讲的啦 有没有 那其实你需要做的 在做index之前 你可能先需要做什么 先产生 一二三 四五六 一直到十八 那你要怎么刚好 产生一个 就是数字啦 好 这个数字呢 数字表格 刚好就是一二三 刚好每三 三的倍数 好 帮你产生一个 所以你可能要 做index之前的话 需要先 做第一个动作 如何在这边 产生一二三 有没有 那当然 你不是说叫你这样啊 坦扭键按住 一二三 然后四 五六吗 好 然后七 然后按坦扭键 这样你可能要做很久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一次完成的话 我上一半 上学讲讲过 你可以借由那个 简式参照里面的两个函数 一个是column 如果我需要做出来是一到十八 那这请你试试看 配合这两个函数哦 分别把它完成 那column 列的话呢 它是帮你产生 你位置的编号 反正都一二三 一二三 RAW的话呢 是帮你产生什么 你的倍数 比如说一二三嘛 啊再来就 再三的倍数嘛 所以四五六 有没有 那四之下面的话 再加三的倍数 七八九 OK 所以RAW是产生 那个它的倍数 那它的编号是由column决定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先 假设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那index就 其实就可以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把前面的那个 我们的 栏位名称冒号 把它删掉 那这一题其实就可以 把资料给搬过来 然后试试看 如果你比较聪明的话 其实 横向转纵向嘛 比如说一二三 有同学就是这样 我知道 复制之后呢 选择性贴上 有没有 这边有个转置嘛 你可以把纵向改横向 有没有 这样也可以 把一个人的搬过来 可是问题啊 你一个做完之后 你还要再复制 再贴再转置 再贴再转置 那你可能也可以啦 可是你问题 你要一直复制贴 一直复制贴 OK 你可能一整天 可能这边员工 几十个还好 几百个 你会一直贴 贴几百次 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当然有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用index 不过index之前 你要先做准备工作 什么样准备工作 就是1到18的那个 数字表格先做 那表格怎么做 1先插入一个colour函数 按确定 它会先抓到你现在哪一栏 回来一定是数字 C的话是第三栏 所以你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减掉2 Enter一下 123有没有 你会发现 拖拉过来123 但是你向下的话呢 它还是123 全部都123 所以我讲过 如果你要向右OK了 向下的话 就要由肉来决 肉决定什么 如果向下 这一列 第二列本身 它 不要加3的倍数 可是呢 下一列 第三列的话呢 就加3 第四列加3的2倍 第五 再往下的话 2倍3倍4倍一直往下 那这个结果就出来 那怎么做 1 后面加上倍数 那由谁决定呢 由肉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式 这个肉现在取得是现在的列 现在的列 请你先把它剪掉 为什么要剪掉 因为你剪完之后 后面请你再补上一个小瓜 先把它包起来 乘上你整共的几栏 3栏 也就是说你 现在的这一列 它不加上3的倍数 可是你向下3 这一列的话呢 剪掉2的话 那就是1嘛 1就是1倍 再往下4的话呢 就2倍 一类堆 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呢 指的是 要加上3的几倍 第一 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0倍了 0 1 2 3 一直往下 前面的话是它原来的编号 就1 2 3 打勾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向右 向下 有没有 1到15 那如果1到18的话 有没有 就做出来了 因此类推 那这个好像我们上学期有讲到 像那个 要产生什么 类似像万联力啊 比如说1到7 1到7 有没有 像它做这个万联力很简单 上学期有讲过 那个原理原则都一样 先产生前面的编号1到7 再向下填满的话 就是用RAW来决定 它要乘上7的几倍嘛 所以这个概念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以后呢 如果你遇到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就是 比如说你要 因为你用index 都需要先 帮它把那个数字先排出来 那你就需要先利用RAW加index 把这个数字做出来的方法 你这个大概就做熟了之后 慢慢就很清楚了 就是很快的 原理原则都一样 如果你会理解的话 以后要产生一个 数字的一个表格 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那你产生这个数字表格之后 再配合index 就无往不利了 很多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资料抓回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第一步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 这个公式一样剪下来 等号没有剪到 剪下 插入index 所以这里的话用index 然后 这个 把 第一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选起来 那记得先按F4 把它 锁固定下来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这个范围不能动 蓝的话一定只有一蓝 这个是这个范围里面的低 因为只有一蓝 那未来如果你有很多蓝的话 那可能会变动 那列的话呢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OK 这样的话答案就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index吧 index实际上有点像 来源的部分 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储存格 可是问题 你要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 先告诉它范围 告诉它哪一列 告诉它哪一蓝 那这个哪一列哪一蓝 指的是这个范围里面哪一列哪一蓝 不是这个工作表 OK 那如果另外那个indirect函数 指的是某一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可以试用那个indirect 上个学习有用过 可以再复习一下 因为这些函数 将来对于你搬移资料 其实有点类似像 在资料库里面的概念 只是说我们把 如果我们资料是来自于 不是资料库 而是来自于Excel的话 那这些函数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写VBA的话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写VBA 不过当然对很多同学来说 VBA还是有点遥远 所以与其这样 至少你可以在工作效率提高的话 这是第一阶段 当然未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 用VBA来撰写 OK那这边的话呢 在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了 那你会发现 一有没有流松就带过来了 二的话呢 那有没有手机 一有没有 一二三然后往下 到十八 全部都搬过来了 瞬间就搬移过来了 OK 那当然我们就解决第一个问题 就所谓的那什么 把那个资料搬移的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 第一个困难解决了 第二个困难点 就是要把什么 前面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到这里 以前的东西删掉 以前的东西删掉 那这怎么办呢 那如果没有别的招的话 可能要土法链钢 慢慢再删 或者用资料剖析 用资料剖析可不可能 可以呢 看起来好像可以 所以其实当然没有招就要想招 那不一定只能钻牛角尖 那当然方法很多了 所以其实我在网路上分享 那当然不是唯一的 我一直强调 不是唯一的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一个 思考的方向 还有思考的逻辑 至于其实很多东西是活的 所以之前我上个礼拜的东西 一分享出来 之前有个很高干的学生 他就说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方法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太复杂了 真的也太复杂了 不过我会用这样的解法 是因为我要带到后面VBA 我会有一个前面的叫铺陈 有一个梗 不然你后面VBA就没办法接 如果你前面都不懂 你后面VBA更接不上了 那因为我是把VBA那样同样的逻辑 也在把它做出一个用函数方式在做 所以两边是可以match 所以大家同学就有用别的方法做 其实像上个礼拜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用 他是说可以用is number 那个函数也ok is number 就是是不是数字 因为我们那边是要算数字 就不要用那个call 用call的话要去看内码 那内码对于一般人来说 那真的是太复杂了 不过 当然也是没有错 可是有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如果是数字 是不是数字ok 但是如果你是英文 还有大小写 中文 那那部分怎么办 其实有的时候 你还是得稍微了解一下 那当然不一定说一定要很深入了解 但至少你要有概念 如果你有概念的话 以后你要解决问题就比较容易一些 慢慢渐进的 ok 那这边的话跟各位提一下 那做完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就是把这些 如何把它删掉 删掉好像上学期也有提到 其实我们有几个方法 就是资料先把它选起来 也许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里面的话 它这边呢 它是说呢 一次只能转换一栏 如果你要选很多栏的话 如果选取很多列 只能选一栏 所以这边的话 它告诉你说只能一栏 那怎么办呢 你就选一栏 不能整个一起选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 要做三次 那这地方的话 当然你就先把这个选起来 资料剖析 然后呢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 它进来的东西是公式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还必须先把这些资料 先把它Ctrl C 然后呢 你就是在这边 Ctrl V的时候呢 你要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里面呢 要不是全部 而是值 利用这个值 去做什么呢 去做才能做剖析 OK 然后 再来怎么样 你要把这一栏选起来 资料剖析 这个时候才可以看到 那当然你可以用几个方法 是分格符号 还是固定栏关都可以 分格符号 你可以用冒号 或者固定栏关 上个礼拜做的 其实你这边点一下 也可以 如果它的位置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下一步 那这个就不恢复此栏 那再来放哪里呢 你就把这个盖过去也可以 盖过去完成 有没有 就完成 那可是这里要做什么 先复制选择性贴上 然后再一栏一栏一栏的 是也至少比图法链刚快了啦 可是好像还不够快 我们希望做的就是 在里面不要在外面 就是用哪一个函数 上一个学集有讲过 可以用那个replace replace来做 所以请各位先完成第一阶段 待会再来看第二阶段 画面先还给各位 拜拜 拜拜